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比赛还没开始呢 火药味就这么浓 马树 范尼师 第二名甜品师 连续三年输给月儿 哎哟 这不是连续三年 都输给我的马树甜品师吗 哎 今时不同网日 事不过三 谁是冠军 可真说不定了 好啦 月儿马树 这比赛还没开始 这份不用这么紧张吧 现在向大家公开 优胜者的奖品是 一万金币 一万金币 那我可以重新装修一下 我的蛋糕店 到时候可以吸引更多的顾客 一万金币 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我比较想守住 范尼师最佳甜品师的称号 一万金币 我可以买所有我想吃的巧克力了 各位选手 我们的比赛在五分钟之后 正式开始 哇vid 距离结束还有三十秒钟 三 二 一 时间到 现在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吧 我的作品叫做《白桃美美》 选用当季最新鲜的草莓 搭配上清新的白桃 就像一对好闺蜜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我马叔最会做巧克力蛋糕了 今日主题 黑巧时光 用黑巧做基底 精心雕刻的巧克力做装饰 搭配软糯面包铁 口感更丰富 你们的作品都很不错呢 我们来看看冻冻的吧 我的作品是《夏日有晴天》 跟热情的芒果做基底 搭配合口的奶油 甜而不腻 哇 好好看 太有创意了吧 哇 大家的作品都很不错呢 我好想赶紧品尝一下 到了我吃蜂蜜的时间了 第一名我们一会儿再来公布吧 要不然 我们先去吃午饭吧 要不然 我们先去吃午饭吧 忙了半天了 肚子有点饿 好主意 我要不先把它收起来 哦 那你们先走吧 我先记一下鞋带 好啊 好啊 走吧 拜拜 拜拜 午饭后 请选手们入场 我们要宣布获胜者咯 啊 我的蛋糕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到底是谁干的 到底是谁啊 怎么可以这样 这不是浪费食物吗 太过分了 动作侦探 变身 今天的嫌疑人就在你们两个人当中 我们两个 马树 你是今天最后一个离开现场的人 你有充分的作案时间 哦 那你们先走吧 我先记一下鞋带 而且 在我蛋糕上的巧克力酱 跟你蛋糕上的一模一样 啊 我 不是我 还有月啊 谁 你是今天唯一一个 午饭时间去洗手间的人 哎 你怎么看呀 我肚子突然好痛啊 我去趟洗手间 啊 啊 哎呀 你不想丢掉 你翻译室最佳甜品式的称号 马树是你的手下败将 所以 你只要破坏掉我的作品就好了 而且 你看 这个发卡是你的吧 今天上午的时候 还戴在你的身上 现在 怎么出现在我的蛋糕上了呢 这个 这个也可能是我掉地上 马树捡起来的呀 那巧克力酱 也有可能是月月拿我的呀 你有证据吗 我有这个 纸纹采集套装 只要是想在我蛋糕上搞破坏的人 就一定要接触这个盖子 也就一定会留下纸纹 只要把指纹提取出来对比一下 就知道是谁搞的破坏了 现在我们放大镜来看一看 哪里有指纹 这里有两个指纹 我们撒上粉看看能不能提取出来 哇 收集的很好哦 接下来我们把它们都贴在指纹收集纸上 现在已经采集好盖子上的指纹了 接下来就是要采集嫌疑人的指纹了 这东西真有那么厉害吗 就是反略不输 现在我们已经成功提取到他们的指纹了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犯人的指纹呢 是一圈一圈的螺旋纹 而月儿的指纹也是螺旋纹 马叔的指纹是弧形的 经过比对 月儿的指纹 与盖子上留下的指纹更加吻合 所以我断定 破坏我蛋糕的人就是月儿 哦 啊 啊 凡尼是第一甜品诗 只能是我的 马叔的作品发挥得很一般 现在只要破坏掉东东的作品 第一肯定就是我的了 第一名肯定要是我了 哈哈哈哈 对不起 东东 我太想得第一名了 没关系的月儿 你的蛋糕真的很棒 比赛只是一次成绩 证明不了你的真实水平 不过呀 月儿 你这次真的做错了 嗯 我知道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你这么想要第一名的话 我可以让给你啊 真的吗 一次 哎 得得得得得 第一名是马叔呀 好 嗯 第一名 是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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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